两个月前,Deepseek V3.2 Experimental实验版模型正式发布 首次提出了DSA稀疏注意力机制 在维持模型性能不变的情况下 模型推理和训练成本暴降50%以上 两个月之后,Deepseek V3.2正式版重磅发布 在实验版的基础上进步地引入了可拓展的GRPU训练框架 搭配着大规模合成Agent任务数据集 借助海量强化学习的后训练 让Deepseek V3.2正式版模型一举突破性能极限 在数学、编程、Agent的性能等方面 全面领先GPT5机身全球顶尖大模型第一梯队 并且Deepseek团队还做了一项大胆的尝试 它就是为模型的训练过程解除思考链长度限制 并同时引入Deepseek Math V2模型提出的自验证数学推理训练法 并最终训练得到Deepseek V3.2 Special模型 更是在各项评测指标上整体追评了全球性能最强大模型Germanai 3.0 Pro 最重要的是Deepseek V3.2模型的价格 不到Germanai 3.0的五分之一 不到GPT5.1模型的四分之一 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 目前Deepseek V3.2和Special两款模型的API已经全面上线 模型的权重也已经全面开源 目前官网模型也已经全面切换为Deepseek V3.2模型 大家登陆官网即可尝试 可以说在OpenAI Cloud Gemini 几乎统治了整个大模型技术领域的今天 Deepseek V3.2模型的开源 无疑是为中国大模型以及整个开源大模型界都注入了一阵强性计 让大家真正看到了技术创新带来的大模型性能革命 本期视频我就带你快速了解Deepseek V3.2模型特性 上手实测最新模型的各项性能 同时为大家零基础解读Deepseek V3.2模型技术报告中的模型训练的关键环节 同时作为全新一代国产最佳agent基础模型 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全套Deepseek系列模型的部署调用agent开发等超过20个小时的完整技术教程 以及上线至复犯AI社区获取方法 详见视频评论或视频结尾介绍 12月20号跨时代的Depseek V3.0横空出示 凭借其强悍的综合性能和一图理解能力 以一己之力将大模型技术应用推向了下个阶段 我相信大家在兴奋之余 也在焦急地等待着 期待着国产的Deepseek新模型 能够打破国外在线模型的垄断地位扳回一城 不过不同于国外大模型厂商拥有较为深厚的技术基点 海量的原始数据和更加成熟的商业模式 Deepseek一直走的是开源路线 这就迫使Deepseek必须通过自主技术创新 甚至是通过保持更快的创新速度 来与国外大模型厂商一蹶高下 因此在过去的半年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清晰的Deepseek模型进化图景 8月下旬正式发布Deepseek V3.1 正式推出混合推理模型架构 从此RE模型退出历史舞台 9月底发布Deepseek V3.2 Experimental实验版模型 提出Deepseek吸收注意力机制DSA 模型调用成本报降50% 11月底发布Deepseek Math V2模型 提出自验证数学推理训练法 利用左右互博提升数学能力 对于这每一次的技术创新 我也都录制了视频进行讲解 大家可以翻看对应的视频进行深入了解 而正式这一系列的技术积累 才为全新一代Deepseek V3.2模型提供了 与Germyni 3.0 Pro模型一绝高下的资本 全新一代Deepseek V3.2模型 几乎是容纳了此前全部的技术创新 并且还开创新的提出了 可拓展的GRPU训练框架 无偏KL估计和Off Policy序列研码技术 用于解决GRPU在长期训练过程中不稳定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又首次提出了大规模合成Agent任务书籍创建流水线 依靠1800多组智能题 以及85000多组提示词创建了海量的训练数据 并最终凭借超大规模强化学习的后训练 大力出席剂 帮助Deepseek V3.2模型突破性能极限 这些技术目前都已经在Deepseek V3.2技术报告中全部开源 考虑到Deepseek V3.2整体性能已经达到了Gemini 3.0 Pro的水平 可以说Deepseek开源了训练全球顶尖模型的核心策略和对应的模型权重 并且不同于以往的模型发布 本次Deepseek总共发布了两款模型 一款是适用于生产力环境的Deepseek V3.2模型 而另一款则是带有实验性质的Deepseek V3.2 Special的模型 主打借助更长的思考链来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 而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 Deepseek V3.2在编程数学和Agent等领域均达到了GPT5模型的水准 是开源的Sota模型 但相比目前第一梯率的Gemini 3.0 Pro和Cloud 4.5 Sonate 还有10%左右的性能差距 而根据实际测试 Deepseek V3.2模型的编程性能相较于上一代有巨大的提升 不仅思考链更加简单清晰 而且编程的意愿免显提升 一次性编写上千行代码已经成了价常便饭了 而与此同时 模型的前端审美使令跟随能力和代码审查能力也进步明显 同时为代入GPT5.1 Codex Cloud 4.5 Sonate等模型 进行了对比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所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深度学习训练梯度模拟器 左侧是Deepseek V3.2模型运行效果 而右侧则是GPT5.1 Codex模型运行效果 能看得出二者部分国中 类似的在相同提示词下创建一个数据可视化游乐场应用 左侧是Deepseek V3.2模型的效果 而右侧则是Cloud 4.5 Sonate模型运行效果 甚至Deepseek V3.2模型的产品功能还更加完善一些 不过Deepseek V3.2模型在物理遵循复复杂项目代码逻辑理解方面 还是与顶尖大模型存在10%左右的性能差距 而Deepseek的核心优势则在于更低的成本和完全开源 此外Deepseek V3.2也已经全面接入了Cloud Code 目前开发者只需要在调用过程中将模型名称改为Deepseek Returner 就可以无缝调用Deepseek V3.2模型 而与同时Deepseek V3.2模型的Agent的性能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和Germina 3 Cloud 4.5等模型的差距已经不到5% 并且Deepseek首次引入思考模式下的工具调用的功能 允许模型在单轮任务调用中保持多部工具调用思考链记忆 也就是像人一样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调用工具 从而大幅提升模型多部调用工具的前后一致性 显著提升模型的Agent的性能 而我们团队也对此进行了测试 首先我们将Deepseek V3.2模型带入前不久刚刚研发的 生产力极的基于Nano Banana的AIPPT Agent 作为Agent的基座模型 Deepseek V3.2实际运行过程中 无论是多PPT的任务拆解 自主提示词编写还是外部工具调用 都达到了和Germina 3.0 Pro的同等水平 此外我们也尝试着将Deepseek V3.2 带入到我们团队自研的Agentic Rack本地知户检索系统中进行性能测试 该系统是一个同时包含了Rack Agent Graph Rack Agent和Deep Research Agent的Multi Agent系统 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 自动的选择合适的系统进行检索 例如普通问题可以使用Rack检索 比较宽泛的中和性问题可以使用Graph Rack进行检索 需要进行长龙档编写 或者高精度信息教研的时候 可以使用Deep Research功能 这套系统也是目前作为复杂的智库检索问答的架构 同时也是我们经常利用于测试基座模型Agent的性能的复杂项目 而当我们将基座模型切换为Deepseek V3.2模型之后 无论是用户意图理解的准确率 还是检索关键词提取的准确率 无论是Agent调用的准确率 还是长龙档编写的技能 都得到性能制作提升 可以说Deepseek V3.2就是目前国内 我们能接触到的Agent技能最好的基座模型了 而除了Deepseek V3.2之外 本次Deepseek还同步开源了一款实验性质的模型 Deepseek V3.2 Special 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 和Deepseek V3.2不同 这款Special模型 在训练过程中采用了纯推理数据进行训练 并且放宽了普通模型都会有的推理长度的惩罚力度 使得Special更擅长通过长思考来解决问题 同时还引入了Deepseek MathVR提出的自验证数学推理训练法 借助左右互搏来突破数学能力极限 而最终Deepseek V3.2 Special模型 在各主流的评测数据集上 无论是数学编程还是HLE Agent性能等各个方面 均达到了Deepseek MathVR 3.0 Pro模型的同等水平 并且目前Special模型权重也已经同步开源 Arore调用模型的API 则需要更换如图所示的BaseURL 实测Special模型确实是RMO金牌级别的模型 对于输入的复杂数学问题 编程问题都能够完美解决 不过呢 目前这个Special模型还处于实验阶段 只能用于解决复杂的数学和代码问题 无法很好应对普通的对话问题 不过呢 Deepseek从不发布无用的模型 这个天才的Special模型 官方限定呢 是12月15号API正式下线 或许这也代表着 基于Special模型的下一代 全新的Deepseek模型 将在不久的未来正式发布 时至2025年年末 今年一整年 我持续追根了每一期 Deepseek新模型的解读 总共八期视频 不仅仅是为了给大家介绍Deepseek模型的最新技术 更是希望通过我微博的努力 为中美AI角力的关键阶段 给予国产开源大模型更多的支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Deepseekv3.2学习资料 Deepseek模型部署和agent开发教程等 都已经上限至复返AI社区 大家查看评论 或视频结尾介绍 即可免费领取 今年以来 大模型技术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我也将持续为大家提供 最前沿实用的技术教学 感谢大家关注和三连支持 此外 结果还有更多 关于我创建的复返AI社区介绍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如果大家看完了前面内容 觉得意犹未尽 想要进一步深入系统的学习大模型技术 欢迎大家加入 由我和GN家老师 沐宇老师等几位一线大模型技术人 共同创建的复返大模型技术社区 技术人学习不易呀 很多同学想要入门大模型 却不知道从哪开始 也有很多同学想要积累项目经验 却找不到硬核实战项目 而与此同时 市面上靠着星期叉割韭菜的课程 比比皆是 有的同学花费上万元保办 但什么都没学会 因此我们决心打造一个真正硬核 并且纯粹公益的学习者的根据地